一名男大生骑车经过台北市市林区时 为了闪避施工往旁边偏移了一下 因此跟后方的骑士发生行车纠纷 没有想到竟然当场差点被对方踹下桥 而这名男大生原本不想再追究的 但是到了前方的路口双方再次巧遇 骑士又在上前标骂还动手拔掉他的车钥匙 让男大生忍无可忍气的提告 不过这名骑士到案之后竟然离谱的说 他是因为不满男大生扬言要报警才会失控 桥上车来车往 但两名骑士却停在路中央大声争执 其中深色外套男子竟然还出桥很踹 不仅自己重心不稳差点跌倒 对方也险些被踹下桥 接下来更离谱 两人听等红灵石再度巧遇 这时外套男又动手拔人推下车 接着甚至拔掉对方的车钥匙往前怒砸 发现完情绪才肯骑车离开 骑士被踹的这个桥并没有护栏 所以当下只差一点点 他就可能连人带车会掉落桥面 事发在台北市士林区 25号早上11点多 被害人姓名南大仙 当时刚刚骑上士林桥 为了闪避施工处往旁边偏移 后方秋信骑士差点撞上 气得标马不雅字眼更出脚狠踹 甚至在下个路口 还向前质问到底怎么骑车的 最后听到南大仙扬言报警 情绪更失控 直接拔走对方的车钥匙 当事人有表明说要请警方到现场 那后续他可能情绪比较激动 有做出一些脱续的行为 骑士大安后公称自己赶时间 不满对方鬼妻 还说要报警才会做出脱续行径 但一时关不住脾气 现在得吃上强制 公然侮辱最嫌 怎么想似乎都不太划算 接到黎明州台北采访报导